新冠病毒阴性和阳性的区别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洋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的结果 阴性和阳性是有极大的区别 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的时候 就提示患者的体液血液中 不含有新冠病毒的核酸 而当核酸检测是阳性的时候 则提示患者的体液或者是血液中 含有新冠病毒的核酸 因此当出现阳性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按照新冠肺炎的疑似病例来对待 我们要做两次的核酸检测 如果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阳性 那么这个病例就可以作为确诊病例了 所以大家要对核酸检测阳性的这一类患者 一定要提高警惕 并且要加强防护 同时做好隔离和自我保护的措施 当新冠肺炎的核酸检测出现阳性的结果时候 这一类患者一定是要及时地隔离 而且是要定点隔离的 必须是要做好防护 那么普通的人就不能再去接触患者了 同时和患者密切接触的人群 也是要去追缘 然后溯源甚至是去隔离 大器人 中文地人 华和穴 下词 初识 请不吝点赞 就可以 Laban